中国女排目前在准备第二轮的比赛,对于中国女排的球员还有教练组来说,压力会很大。 虽然说在第一轮的比赛中打出了很好的技术水平,但是中国女排年轻球员在球场上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,作为教练组也没有办法一下子提高中国女排的一个技术水平。 这个时候相信大家就想到了,中国女排这些核心老将是否能够持缘这一次的中国女排。 对于球队来说会有更大的帮助,说起老将,相信大家想到的都是朗平时代的那一些非常优秀的球员,比如说张长宁,比如说朱婷,姚迪,刘延涵这些比较有经验的球员,但是这些球员退出中国女排都是有原因的,像张长宁跟朱婷是由于身体上的问题没有入选,那姚迪的话是在蔡冰时代落选的一名球员,具体原因未知。 姚迪落选的确对于中国女排来说非常可惜。 目前中国女排将会在6月15号开始打第二轮的比赛,这个时候像张长宁跟朱婷同时归队,确定能够给中国女排带来更好的成绩吗? 这也未必能确定。所以中国女排还是老老实实的去培养年轻球员,准备2023年的国家队比赛。 女排世界联赛第二周赛程即将展开,在首周比赛上,中国女排的表现还算可圈可点。 先后是3比1的比分,击败了荷兰女排,意大利女排,以及土耳其女排。 而最后一场是输给了实力并不出众的泰国女排。 最终,中国女排以三胜一负的成绩,暂时排在试联赛积分榜第二名的位置。 虽然新帅蔡兵带队取得了开门红,又拿到了三连胜的战绩,但是球队在比赛中还是暴露出了很多问题。 例如发球质量低,无法给对手造成威胁,一传到位略低,导致主攻无法完成高质量进攻。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主力队员无法得到充裕的休息时间。 通过中国女排输给泰国女排的这场比赛,就能明显地感觉到,几位绝对主力已经出现了状态不佳的情况。 像袁新月,龚祥宇,以及李莹莹等,在比赛中的精神投明显不足前几场比赛。 所以这时候很多球迷就开始盼着,希望张长宁和朱婷能够尽快归队,从而帮助蔡兵能够在战术安排上多一些选择。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张长宁基本很快就能回到女排队伍中。 首先,张长宁已经过了膝盖手术后的恢复阶段,言外之意就是她能够完成常规性训练。 至于张长宁具体回归的日期,基本锁定在她婚嫁过后,以及中国女排备战亚洲杯前。 而在此前,张长宁并没有因为无法跟随女排征战试联赛,就放弃体育事业的发展。 同时,她还收获到了一个新的身份。 根据奥林匹克运动会官方发布的消息来看,张长宁成为了其中一项活动的宣传发起人。 那么此事就能充分说明,张长宁仍然在被国家队重用。 另外,在奥林匹克举办的活动中,张长宁还录制了相关视频,从而进一步地宣传该项活动。 值得关注的是,张长宁在视频中还做起了高强度的运动。 因此来看,这位中国女排核心球员的身体状况确实恢复得不错,基本具备了回归赛场的条件。 相信中国女排主教练蔡斌在看到这条消息之后,对于接下来的亚洲杯赛事一定也会信心满满,从而冲击最终的总冠军。 谢谢您的观看